我看到一个东西,觉得还不错的 就看到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它居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可以,等于是 这个也是一个国外的 一个家具公司的创意 怎么开不起来 这个箱子其实看起来还没什么 可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把这个箱子带着打开 展开来 展开来之后呢 放出来这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衣柜 这个又一个什么呢 桌子 底下可以放 这个是抽屉 然后椅子出来了 椅子放在这边 那这边的话呢,又可以有一个柜子 那这个桌子还可以摊开来 摊开来之后的话 这边可以把这个箱子 刚刚那个箱子可以把它放上来 有没有,这个架子又出来了 然后呢,这个又什么呢 这是桌,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床 床垫放上去 有没有,衣架 这样各位可以看到吗 一个箱子 马上就变成一个房间里面需要的桌子 椅子 柜子 有没有 衣架 床 椅子 通通都有了 整个就可以 那如果说你是出外的 这个租房子的 这个租群的话 那你 这个东西呢 对你非常的方便 而且呢 它的质感又 又还不错 而且你要搬家的话 也很方便 一个箱子 马上就可以搞定 OK 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我就突发奇想 如果说 因为现在 像这样的照片要展示 其实也不太容易 那如果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的话 就应该会比较 就比较 比较好 好去解说 那所以我就把这些 相片 把它做了一些动作 放在YouTube上面去 然后就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标记 一个箱子 等于一个房间的家具 然后我就播放 这个我后来 自己后制的 然后后面呢 就给它一个音乐 然后就把它怎么呢 一张一张一张的播放 一张一张播放 那大概每三秒钟呢 让它换下一张 换下一张 然后给它一个后面的配乐 因为这个配乐 也是YouTube所提供的 但是呢 你会发现 感觉怎么样 太慢了 所以这个速度呢 也跟观看之处成正比 后来我发现 不对 这样好像感觉 收视率会不太好 所以呢 我就换了一个 第二个 就标题换了一下 可能吗 OK 然后呢 重新再把它 就是制作一次 就换了一个音乐 好 Anding 所以其实那个不一样的手法 那结果也会有不一样 那观看次数也大概多一点点 那底下也是写一些东西 那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相片 怎么样把它变成影片 而且背后你当然可以加一些音乐进来 那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用一个软体 今天的话我想顺便再讲一下 第一个呢 请各位找一下那个图片素材 那图片素材呢 我里面又放一些照片 不过呢 这个照片 如果说你现在手边没有照片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也叫箱子 装所有家具 我刚刚的这个就放在这里 那其他还有什么夜景 我收集的一些照片 那各位可以当成范例 不过最后练习 教作业的话 请用你们自己的照片 那这个练习的话 就提供给各位 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要个工具 那用什么方式可以最快 一下子把照片变成一个影片 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个工具程式里面 会有一个软体叫做 各位有没有看到 应该是 有没有 相片转电影 这个软体 叫做Picasa 这个我想应该大部分同学 如果有用那个Google的东西的话 应该都有用这个 Picasa在存照片吧 有没有 Google提供的 没有的话 你们账号里面 如果说Google应该都有提供 在那个首页里面 这边就有一个更多里面 有个叫什么 相片 这个相片里面呢 就会跳到这个 怎么跳到这里来 它会跳到什么 相片 Picasa的 或者更多里面 会有个Picasa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是从这边去找到的相关 那那个 它可能有些产品 不太多人使用 所以它把它拿掉了 之前有个Picasa 这个再找找看好了 OK 那这个软体 我把它放在那个 我刚刚讲的这个 那请各位把它下载下来 并且安装 那这个软体怎么使用 可以快速的帮各位 把相片变成电影 等一下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第一个请先下载 这个Picasa软体 并且安装起来 好